陳婷妮24日飄飄出席活動 大家依舊是超級關心 堪慰婚夫胡宇薇的日常 沒想到他們生活中的小浪漫 還真是有點獨特呢 好啦 雖然我們比較奇怪的小怪癖吧 就是我們其實很喜歡 躲起來嚇對方 我前陣子嚇她超成功的 因為她回家 她回來 然後她沒有意識到我在哪裡 然後剛好我就是躲在 我沒有躲 我就剛好在一個 房間裡面 然後她要進那個房間 我就這樣 嗨 然後 她真的嚇很大跳 然後我就蠻開心的 是我 我們浪漫的臉不太一樣 我覺得我浪漫的也比較生活 就是如果她要出去工作幹嘛的 我可能會把她打到行李 然後我會在行李裡面 就是寫一個卡片 這種生活上 問題有浪漫 但是她就是比較 可能會買花 然後會說今天 一起煮飯 就是會擺盤 會做一些裝飾 感覺她比較好看 我再也去買花 之後聊到婚禮部分 她這坦言有點小卡關 其實真的就是都有在進行 然後但是我覺得 實在有點難 因為我們本來已經找到了一個 我們都蠻喜歡的場地 但是那個場地她今年 後來才知道說她今年其實在整修 所以她今年是不會開放 所以我們就 對我們來說就有一種 又重新歸零 要整個再重來一次 就女生要不要有準備啊 對 可以這樣嗎 應該有什麼 你覺得不要魚 對 因為都不用破 哈哈哈哈 就是下雨大家可以一起淋食 這是你的想法 那你怎麼樣 要在戶外就對了 沒有要進去的意思 對啊 你當時當她爭執的時候 是不是也是上下雨 我沒有爭執 當然有時候她一定要嗎 我們應該可以 選到一天不會下雨的時候 可是太陽很大會超暴熱的 對 然後蚊子超暴熱的 朋友就說 蛤 你要不要坐在婚禮 那你要幫我們 準備訪問藝喔 你就說 這種事情問盡準備吧 她會不會有可能 先用寶寶起來 訪問 大家很 很著急 但是我自己好像真的還好 就是我覺得 就是一步一步來啊 基本上我還是會希望 可以按摩久完啦 除了婚禮和生寶寶話題 妮妮的爸爸日前 因為繳碎金 被執行灌收 她只簡單答覆 在爸爸被釋放後 有稍微聯絡 不過目前還沒有見到本人